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觉得我们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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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像马六 底盘传来的永远是那种 很单薄的 很吵的 很廉价的那种 声音那种质感 而且在过勾勾 砍砍的时候 它的底盘传过来的那种震动 给人家车 必须要求能够安装 必须要求能够安装 必须安装ESP 所以车伤 所以车伤肯定是能省则舍舍 我原本以为类似奔腾这种国产车 它过了十几年之后 它一定会车身各种意向 底盘各种意向 会非常的没有质感 会非常的廉价 但实际开起来 这个车给我的感觉真的很棒 超出意料之外的那种棒 当然不排除 有可能是因为这个车的价格太低了 导致我原本对它的预期也很低 因此呢 反差出来的那种效果 让我觉得很棒 但是呢 这个车实际上 我在检完这几天之后 真的我觉得这个车 真的还挺不错的 我以前没有试过这个车 在我的职业生涯里边 我是坚决不收国产的二手车的 但是说实话 这台奔腾B70 有点改变我的想法 它的动力总成 包括它的机械部分 完美地继承了 马自达的优异的传统 比较耐用 比较扛造 油耗当然不低啊 我加了一下满油 目前跑了几十公里吧 它已经掉了差不多四分之一多了 包括马六上面 油耗其实也不低 有很多人 其实对日本车 尤其是日本的一些老车 十几年前的车 在油耗上面有些许的误解 他们认为只要是日本车油耗一定低 只要是美国车或者是法国车 油耗就一定高 当然了 那个时代的美国车和法国车 油耗是一定高 但是 那个时代的日本车 油耗可不一定低 这台车日常开着的话 据我目前的一个这个测试的话 它的油耗应该是维持在十二三升的水平 其实相比一较起 它的体重 还有它的这个排量来说 我觉得这个油耗也还算是可以接受 但是绝对算不上低 这台车开了十四万公里了 除了气门使盖垫 稍微的有那么一点渗油之外 其实它弹的状况都挺好的 发动机变速箱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渗油 也没有烧机油的 而且这一点是最棒的 在那个时代 其实本田和丰田都有很多车型都烧机油 但是你很少会听到马达会烧机油 为了给大家更直观的展示 这两台车之间的关系 我们最近特意专门买了一台马达6 来给大家做一个对比 兴许你看外观 不懂车的人可能会觉得 这俩车可能没有任何一毛钱的关系 但实际上这俩车 除了外观和调教 内饰的有一些些不一样之外 包括做工用料 可能有一些调教上的区别 做工上的区别之外 行驶俩车的底子是一模一样的 底盘发动机变速箱 这台车用的都是马达6的 而且这两台车曾经可能还贡献生产过 并且它身上的两台车之间 有65%的零件 是可以互相通用的 因此如果你买了一台马达6呢 如果你觉得哪个配件相对比较贵的话 你可以去问一问奔腾B70的配件 可能呢挂着奔腾标的配件 售价要相对便宜一点 这是一个好方法 那看这台车外观呢 这个车比较鲜瘦 比较苗条 但这个车呢比较壮硕 比较厚实 这个车比较年轻化 比较动感 这个车比较严肃 比较正经 一看就是那种 居家呀商务那种需求的人准备的 但是这种车呢 就很明显是给年轻人准备的 并且这台车是 02年就已经出现在世界上了 一直到现在20年 18年过去了 这台车你看它的外观 到现在还没有过时 但这台车的颜值也不丑 外观上可能俩车看着 确实区别比较大一点 但是看一看内饰 看一看机舱 你就知道这俩车 其实就是一台车 这两台车的机舱呢 几乎可以说没有任何区别 除了那个车标 当你把这个车标遮住的时候 你对比这俩车的机舱 所有的位置完全是一模一样 那我们今天把这两台车 开到这里来呢 肯定是有一番动作 对吧 这台车是我们新收的商品车 肯定不能乱造 而这台车呢 只是一台2000块钱 收过来的一台 小破烂代步车 随便造 因此呢 我们今天要开着它 在潮白河这一片 一望无际的沙滩上面 尽情的驰骋一番 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两千块钱的车 那当然拿来好好的活一活了 啊 哈哈哈哈 这种车啊 开着就不会心疼 你知道吧 哈哈哈哈 卷起漫天的阳城 看着勾勾砍砍 你就直接过就行 完全没有标准 啊 在街上走 刮了蹭了 不用修 没有修复的必要了 这种车 2000块钱收过来的一个车 你如果真打算 按照新车的标准 去给它修好的话 那可能你要花费的钱 是这个车的好多费 但是如果你不修呢 对吧 它外观怎么了 没关系 内饰真皮破了 翻盘破了 包姜了 挡霸包姜了 没关系 Nothing 只要三大剑没问题 这种车 你就放心的开就行 开坏了 到时候选择卖掉 或者报废 或者是不要了 就那么回事 也就2000块钱 对不对 兴许 我说的这个价钱呢 很多人可能在 二十市场买不到 这个只是我们 恰好 信仰了这个资源 然后买到了 对吧 可能别人要买 这样一台车呢 可能得花一个 比如说 大几千块钱啊 或者说一万多啊 或者说 五六千四五千啊 对吧 或者比我们要贵一点 但是呢 总归这种年头的国产 奔腾B70呢 它的价格肯定是不会太贵的 这个车之所以便宜呢 也是因为这个车本身 确实是相对比较糙 而且呢 还有一定的事故 加上呢 又是一个国三 年份已经14年了 确实是不值钱了 我们今天把它开到潮白河这里来 完全就是把它当做一个越野车在使 然后让我们比较惊喜的是 这个车的底盘是真的很高啊 完全可以当半个越野车来开了 我们一直在这个地方 不断地在这浪 但是截止到目前为止 底盘居然还没有蹭底 这就是买二手车的好处 哎呀轮拱的那个什么塑料罩子掉了 我的天呐 外面的那个黑色的东西 就是我这车刚才掉下来的这个轮胎的 轮拱罩里边的这个塑料件 哈哈哈哈 哈哈 做二车生意这么多年啊 其实我总结了一下啊 买二手车的人形形色色 但无外乎就是以下这三种性格的人 第一种呢 是为了车矿 可以不惜一切代价的人 这种人呢 对车矿的要求非常的高 但是呢他出得起价钱 他无所谓 只要车好 价格比行经价高 他可以接受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呢 是居中派的人 他们不追求所谓的极品车矿 有点外观的寡蹭啊 什么什么 前杠后杠什么这种 无所谓 对吧 有伤 但是呢不能伤到股价 然后公里数稍微多点 或者说 购物次数稍微有 有那么两三次 或者稍微多点也没关系 价格呢 行情价以下多一点点 或者在行情价之中 他们觉得OK 就可以接受 另外还有一种 就是只要价格便宜 车矿什么 无所谓 那这种车呢 就很明显 就是属于第三种 长久以来 以这种指导思想来购买产品的人 一直以来都是谁受大家鄙视的 但是 当你真正就花了两千块钱 来买这么一台车 然后它的三大件 也没有什么问题 它的这个各方面的功能性 其实也都能满足你的需求 它的瑕疵无外乎就是 它可能曾经有过一些事故 外观 确实非常非常的惨 内饰也非常非常惨 但是呢 它能满足你最基本的一些 通行的需求 可以让你安全的 从A点到B点 不用担心日晒雨淋 那这样的消费理念 是不是适合你呢 这个由屏幕前的你们自己决定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车型的出现 然后我们国家从十几二十年前那会儿 开始大量的拥有私家车 一直到现在 那些人淘汰下来的车呢 就成为了现如今的一些小年轻啊 刚毕业的一些毕业生啊 以及一些可能经济不是太富裕 但是必须要用车的这么一些环境的 这么一些人 这些朋友呢 就能够享受到现如今的经济形势下 然后二手车所带给大家的一些福利 那么OK 本期的糖主聊车就到这里结束 我们下期再聊 拜拜